近几日大雨连年,不者都不知有几多晚被大雨声及打雷声吵醒,不过,被雷雨声吵醒是少,如果你住着一间漏水楼,朝早起床发现一滩滩的水分布在家中不同位置,你就真是头都云,不者近日在某个租楼群组,就见到有一个府主叫苦连天, 话说,这名府主是一个租楼客,早几个月前租住了一个单位,地区,租金,单位大小都无资料,在这件事上也都不是重点,当时业主向府主讲,这个单位是新装修的,但到了大约三月份的时候,单位不同地方开始出现流水问题,朝早起床时地上面会出现一滩一滩的水, 于是府主便找业主帮忙安排维修,不过,维修后不到几日,流水的情况又再出现,府主又再安排师傅维修,再隔几日又再流水, 如此无限轮回之后,时隔大约三个月,府主终于忍无可忍,向业主提出,虽然目前还是在死日期内,但业主可否提早让府主搬走, 因为他已经不想每朝起床就是抹地,每个星期难得放假就是等师傅上门维修,而业主也都可以彻底地为单位进行大维修, 始终单位有人居住,很多比较大的工程都难以进行,他认为这样,自己又可以放松一点,业主又可解决问题, 不过,业主却大条道理回应按照租约,死约期还未过,如果现在搬走需要付死约期如下的租金, 还提出反建议,说如果府主不想等师傅维修,业主可以买一张吸水地墊放在地上吸水, 等到租约期满后,府主搬煮,业主才再进行维修,府主当然不太愿意, 但业主期硬,还说提前搬走由于违反合拙,所以不能答应,请你明白, 并提出免收府主居住期间的所有水费,当刻不者心想,你做得收租佬, 除非当初租客签租约前你已说明单位有什么什么问题而不会负责维修, 而租客也都接受,否则你都有责任提供一个正常状况的单位级租客居住, 合约是签定了,但如果双方都同意,又如何不能答应呢? 除非你根本无考虑过住在一个漏水单位的人的苦放, 没错,不许以前都住过一间漏水楼,所以特别理解, 又或者,在这一刻,你在乎的指示早几个月租金高位把单位租出, 若租客提早搬走,你不愿意以较低的租金把单位租出?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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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